本周五二十九号鬼门开 有些民俗禁忌小心别犯 特别是情侣鬼月最好少晒恩爱 像是壁冬让人脸红心跳 但是墙壁阴气太重 可能不小心就亲到好兄弟 不论白天深夜都别在空地或郊区 大喊对方的名字 也最好别一起到姑娘庙拜拜 免得招来好兄弟嫉妒被拆散 另外也别用死来表达爱意 像是想死你了 可以为对方不死等等都要小心 会让好兄弟认为说 你很像随时都可以 就是来到阴间 千万记得不要讲死这个字 还有别相约去老旧戏院看电影 或一起搭末班车 散步时更要避开公园合体 最让人惊讶的 竟是尽量不要视讯 那个电波容易影响到阴间的磁场 熬夜晚睡了 或者是说太忙碌压力太大 你的磁波就会往下滑 你的磁场就会变差 去到这些比较阴的地方 潮湿的地方 就比较容易会遇到这些东西 鬼月别拍人肩膀吹口哨 民众大概都知道 其他像是别在晚上拍照 晾衣服或是靠墙行走 都是禁忌 甚至尽量别在晚上倾身 开心热闹 被尖叫 那个叫声的频率 这个阴间的磁场 这个阴频 可能会共振到 也有可能会吸引过来 夜店酒吧 音乐 尤其是急诊室 地方尽量还是少去 你不知道你的原神是强是弱 屏东东宁清水组施工 因地普渡三宫就指示 姓刘姓杨姓简等六个姓氏 要特别留意抓交替 容易在鬼月有水关和血光之灾 民间习俗不一定有根据 但宁可信其有别犯了禁忌 才不会让好兄弟找上你 健成的茂林佩杰台北采访报导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购网站订购 谢谢大家 有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时会让你平衡 一切子 就不吝点赞